哈喽,大家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Component Jackson 这个是我youtube channel 双肩论股里面一位DRIGHT MEMBER手腕的股 这只股呢 从大概是两个月 就从毛半钱 就上到去 三毛钱 呃 然后呢 在顶部的时候就掉下来了 又三毛多钱,又掉到是两块七左右 呃 现在呢就是在这个220天均线里面顶上去 200天均线里面也是站上去了 呃 这只股 短短时间里面从这边 这边弹上去,显然是有人推上去了 然后你可以看到呢 这边有一些 这样的成交量啊 这个应该是庄家股来的 然后当这只股 这边从这边 3月2月多时候推上去的时候呢 现在的人呢 多数是买在这个价钱啊 头部啊 这边啊 所以 然后在这边的时候又有很多这个 呃 成交量 就好像是庄家再出货了 这个时候小心哦 我不知道这只股也没有基本面啊 我也没有去看 如果没有基本面的话 硬硬被炒上去,肯定是有庄家啦 这样庄家出了货之后 就肯定不会再去帮你去顶了啦 啊,这样谁去接货了呢 就是少负 可以看到呢 这边 成交量是相对的低啊 旁边这个 已经是下跌了 ok 下跌了 ok 但是呢 现在呢 老实讲呢 他也是有个支撑 他的支撑就这边咯 这边 就是20天均线 跟这个200天均线 可以这个头马峰也在顶住他 啊,这边是顶住他了的 呃 个人认为呢 他 可能这个是洗盘 洗盘啊 呀 不是出货也是可能的 因为 他有 底部他有很多筹码 在这边还有很多筹码 就顶住吧 可能他还是在洗盘中 不是出货 ok 不还是有机会的 呀 机会就是说 如果他星期一 明天之后 又出现一个 青色蜡柱 啊,这个可以跟进了 因为他已经是 是涨上去这个200天均线 涨上去筹码缝 涨上去20天均线 这个就是一个买入讯号 ok 如果明天出现一个青色蜡柱 呀 如果明天 再一次 涨破这个筹码缝 涨破这个200天均线啊 这个你就不要去追了 不要去追了啊 这个肯定是一个卖出讯号 所以还是要看明天啊 明天那个是什么呢 实际上非常非常的重要 ok 呃 呀 这个是我的个人看法 这个好像是洗盘 并不是出货 呃 因为之前这边的时候 也是一个洗盘的 这边 也是一个洗盘 ok 这个是我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买卖建议 谢谢大家